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11月4号 星期一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聊一下美国对台湾军售的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也挺有意思的 因为美国的每次军售都是牵动着中共的神经 那么这次美国给台湾卖的武器是什么呢 是海马斯火箭炮 而且同时给海马斯配套卖的 还有64枚的中程导弹 这个导弹能打300公里 所以这个对中共是有很大的威慑力的 我们从相关的报道里头能看到 台湾向美国订购了29套海马斯火箭炮 这次到达台湾的是第一批 但是同时能把这个中程导弹跟海马斯一块卖给台湾 这个确实是美国对台湾军售做出的一大步 我们大家回头看一下这两辆的俄乌战程 那么这个俄乌战争打下了以后 我们发现很多传统的武器在这个战场上已经发挥不了主导作用了 但是又有一些新式的武器在这个战场上展露头角 那么我们就说陆军方面了 这次海马斯火箭炮在俄乌战场可以说是大显身位 但是我们要看到由于美国跟北约对乌克兰的援助是一种有限的援助 而且像我说的这次是一种添油战术 你比方说给乌克兰提供的这个海马斯火箭炮 最初提供的这个火箭弹呢 只能达五六十公里 对不对 那么这种火箭弹的打击距离呢 实际就跟俄罗斯的火炮的射程啊 差不多 那你说你提供这个武器能有多大的优势呢 它无非是打击面积大一些嘛 但是这个距离呢 跟俄罗斯那个火箭是近似的 所以美国已经北约对这个乌克兰的支援啊 让很多人呢 看了以后呢 也是看不太明白 我到现在最大的推测呢 就是他们想用乌克兰呀 去跟俄罗斯耗 就是要把俄罗斯耗干耗死 而且他们也知道 俄罗斯背后最大的那根数学管呢 就是中共 但是他们就利用这个俄乌战争呀 就是耗俄罗斯 就是耗中共 等到把他们彻底耗干 然后把他们打倒以后呢 让他们再没有能力 再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的时候 他们才出手 现在你只能这样解释了 要不然的话 现在按照俄乌那个战场形式 含有乌克兰作战的那种顽强 再加上俄罗斯那个部队的那种 拉垮的战斗力 如果美国跟北约全力出手的话 那我认为很快就能结束这个战争 为什么不结束呢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解释 只能按照我刚才那个思路去想 就是想耗死俄罗斯跟中共 你只能这样去解释了 要不然的话就讲不过去嘛 对不对 你就是不派地面部队 现在泽连斯基说了多少回 你要给我武器呀 你给我远程打击武器呀 但是不允许呀 就是跨境去攻击俄罗斯 也是近两个月才同意的 所以这个俄乌战场的背后呀 水也是很深的 那么我们就看明天美国大选结束以后 下一届的总统对俄乌战争呢 抱有什么态度 我认为现在全世界的人呀都在观望 就是在看美国是什么态度 那么我们回头再说 美国对台湾的这次的军售啊 他能给台湾卖这个海马斯火箭炮 这个举动是非常厉害的 因为在这次俄乌战场上啊 海马斯火箭炮确实很厉害 就是他用普通的这个火箭弹 打击的时候啊 那个一轮骑射过去呀 多上平方公里面积的这个阵地上呀 可以说是寸草不生 你看他那个六管连发这个 他整个打过去就是一片 你这个一两个平方公里的这个阵地 这就没有了 上面的箭入全部给你摧毁完了 所以他是非常厉害的 如果他再配为这个远程打击的这个导弹 就是这次卖给台湾的这个导弹啊 这还不算打得最远的 这才是打了300多公里 他最远的能达到500多公里 那你想如果乌克兰拥有了这种武器 他现在放在俄乌边境就能打到摩斯科 那对俄罗斯的威慑是多大 对不对 所以我们能看到啊 美国能卖给台湾这个海马斯火箭炮 以及这种配套的中程导弹啊 可以说要把台湾的战略地位呀 看得比乌克兰要高 因为乌克兰到底是欧洲的一个国家嘛 但是台湾呢 是美国的第一导链中间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如果失去了台湾 美国的这个亚太防御啊 那基本上就锻炼了 所以他把台湾呢 也是看得非常重要 给台湾提供的武器呢 也是很先进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台湾一共定了29套 那么这个29套 台湾也有规划的 台湾呢 准备将这个海马斯呢 部署在台湾西部 并在北部中部南部 以及澎湖作战区呢 都增加一个多管火箭飞弹连 就是他一下呀 把这29套海马斯火箭炮呢 分成几个连队 就是在台湾的几个重要区域呀 都分别部署这样的连队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海马斯火箭炮的这个弹药啊 因为他这次提供的这个导弹呢 它是特别配备的导弹 这个海马斯火箭炮啊 常规发射的是火箭炭 它分了三大种类 我给大家来讲一下啊 海马斯火箭炮使用的火箭弹的射程 根据弹药类型不同而有所变化 一般而言它是分了三种 第一种是M26火箭弹 这个射程呢是32公里 它就是一般的火箭弹 即使我们以前在电影上经常看到的 那个俄罗斯的那种多管火箭炮 就是那个卡丘萨那种火箭弹 它就是打击地面目标 特别是对这种步兵目标 那可以说是有毁灭性的打击作用 然后第二种呢是M30 M31制导火箭弹 这个的射程呢 基本上是70公里至80公里 现在给乌克兰提供的呢 就是这种火箭弹 能打七八十公里 这个火箭弹呢就具有制导功能了 它虽然不是导弹 但是它也是精确打击的一个弹药 这种弹药对乌克兰说就很重要了 它直接就能打到俄罗斯的那个炮兵阵地嘛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前面这两种弹药啊 首先第一款 我觉得它应该是对待解放军的这种抢滩登陆 因为它打三十多公里 对不对 我把这个海马斯呢 部署在这个离海滩二三十公里的地方 那么当你抢滩登陆的时候 我直接就轰炸这个区域 我觉得首先这个M26火箭弹呢 它的作用呢 主要是一种防御性的 就是打你这个抢滩公路 但是第二种M30或者M31这个制导火箭弹 这个能打七八十公里的 我认为它就可以打进海上的舰船 就是当解放军的这个军舰呀 越过海峡中线的时候 这个距离呢 实际也就是六七十公里 那么用这种海马斯火箭弹呢 就可以直接打击这些舰船 相当于那个陆基对舰攻击导弹一样 它实际具有这个功能力啊 对不对 我觉得前两种这个火箭弹啊 基本上还是以防御功能为主 但是第三种啊 我们来看啊 就是这个ERGMLRS导弹 这个火箭弹的射程呢 能达到一百五十公里 我认为能达到一百五十公里 这个火箭弹啊 对于台湾来说呢 也基本上属于这个防御性的啊 除非你把它部署在澎湖这样的地方 那么它是可以达到大陆的这个军事目标的 所以海马斯配备的这个常规火箭弹啊 我认为针对台湾来说 它还是以防御性的为主 但是呢 海马斯火箭炮呢 它不单纯是一个火箭炮 它是一套组合系统 它还可以发射导弹 那么这次卖给台湾的这个导弹呢 叫个ATACMS导弹 这个是美国陆军的一种战术导弹 能达到三百公里 甚至能达到五百公里 我们可以把这款导弹呢 放到这个海马斯火箭炮上发射 因为海马斯火箭炮是一个多功能的多管火箭炮 它的兼容性很强 它就可以兼容这款导弹 所以为什么说这次在俄乌战场上 这个海马斯火箭炮呢 以下大方光彩 就是它既可以当传统的火箭炮用 然后呢 又可以当导弹发射架用 你只要有与之匹配的导弹 所以这个海马斯火箭炮啊 对台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一套系统呢 可以说是就担任了两种武器的功能 一个是炮兵的功能 一个是火箭军的功能 而且是远近都能打击 就跟我们前面说的一样 当你中共抢探登陆的时候 那么我用这种传统的火箭弹 还有这个制造火箭弹 我就可以对你这个抢探部队进行打击 甚至对你海上的目标呢 进行攻击 但是需要我战略攻击的时候 我只要把它装上这一款ATACMS导弹 那么我直接就能攻击你东南沿海的目标 你像300多公里可以说东南沿海的很多目标呀 都能打到 因为台湾海下才是100多公里嘛 你这300多公里就打到了内陆100多公里 那你想要有多少目标在它的打击范围之内 如果部署在澎湖的这个海马斯火箭炮 再进行攻击的话 那它能打到的地方就更多了呀 因为澎湖离大陆的距离更近 所以这款武器部署到台湾以后啊 可以拿中共经常讲的那句话呀 夸耀一下了中共经常说厉害了我的国 那么这次我们也能说厉害了台湾 因为你拥有了这个海马斯火箭炮以后 这个就是显而易热的让中共呀 能看到你的战斗能力 因为呢台湾自己研发的这个导弹 包括大陆自己研发的导弹 都没有经过实战的检验 它到底在实战中怎么样 这个现在大家没法评判 对不对 但是海马斯火箭炮呢 是在俄乌战场经过检验的 就是今天早些时候啊 泽连斯也就说嘛 给我提供二百门海马斯火箭炮 我就能把这场战争打赢 但是呢美国没有支援那么多 而且只是供应的普通炮弹 就是大个五六十公里的 远程呢就没有提供 那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给乌克兰提供了足够的海马斯火箭炮 而且配备了这种远程打击的导弹 按照现在乌克兰攻进俄罗斯的那个地方 然后往摩斯科去发射 那可以说把摩斯科呀 都能打成一片火海 但是没有呀 所以这次美国给台湾的这笔军售呀 可以说让台湾的国防能力啊 大大的提升了 而且这个实力呢 是得到大家肯定的 中共自己产的武器呢 可以说都没有经过检验 特别像这几天中共吹了它的这个飞机 吹的那个J20说有多神多神 但是在这次珠海航展上啊 大家看一下俄罗斯最先进的那个飞机 珠五七 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 那是个什么水平呀 我们就看机壳 完全都是手工打造嘛 那么J20比苏武器啊 是早了十几年就定型的呀 那么它的性能又有多好呢 对不对 所以中共吹的那些东西啊 我们就这样一听 真正到战场上实战的时候呀 它的那个性能到底有多好 现在还真不好说呢 但是眼下台湾拿到的这个海马斯火箭炮 这个是在俄乌战场上捡过的 非常好用 而且战斗力非常强 同样还有台湾装备的这个F16V这个战斗机 实际台湾这款战斗机啊 比乌克兰现在拿到的那个F16呢 要高一个档次 但是我们看看最近俄乌战场的这个战技 F16战斗机可以说是吊打俄罗斯战机 所以中共的空军也不足为惧 那么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呢 目前正在进行中 现在只是到了一部分装备 你像这个海马斯火箭炮呢 也只是到了一部分 后面还将会有大批的高端武器呀 进入到台湾 所以我们要对台湾的国防呢 充满信心 好吧 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这期节目呢 员 我们下期再见